1965年,蒋介石派遣其心腹李宗仁带着六个苛刻的条件来到大陆和谈台湾回归问题 其中最简单的一条,就是在台湾回归后保留台湾全部官员的现有职位 毛主席看到后惊讶片刻,但也依旧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然而在计划实施前夕,蒋介石却毅然反悔,决定放弃 为何主动提出苛刻条件的老蒋,反倒会率先反悔 老蒋的心里到底打着什么算盘? 两岸统一一直是全中国人民的希望 然而蒋介石此人生性多疑,从来不轻易相信任何人 在派出李宗仁用苛刻条件试探后,还是得到了毛主席的果断答复 他没有感到开心,反倒觉得其中有诈 所以并没有第一时间同意这次的谈判 蒋介石的多虑也让祖国的统一计划陷入了短暂的停滞 大家都知道,主席一生光明磊落 尽管面对的是昔日的敌人,也照样是真心相待 其实不光毛主席,我党领导对于祖国统一的事情同样商讨许久 曾在1956年时,曹巨仁就被蒋介石派遣去往大陆 与周总理进行会谈,而当时我党就对此发表了声明 对于台湾,大陆绝对不是招降,而是想坐下来好好地商讨和谈 实现祖国统一,其他问题都好商量 既然抗日的时候,国共两党能够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这次为什么不可以继续建立一次成功的合作呢 在会谈结束后,曹巨仁立马将我党的态度转达给蒋介石 并且在南洋商报刊登了一则专栏 介绍了大陆现在的民生,以及各方面的特点 并传达出国共可能迎来第三次合作的消息 一时间,两岸人民欢呼雀跃 台湾的人民更是显得异常兴奋 在蒋介石败退后,他们跟随逃往台湾 许多人从青葱少年到两鬓斑白 直至当前也未能再踏回故土 如果国共能够再次合作 他们前往大陆探亲或者参观的愿望就能实现 而蒋介石也深知这点 已经年老体衰的蒋介石 也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再回一次家乡 得到我党的表态的蒋介石 又一次邀请曹巨人进行秘密洽谈 希望他可以帮助自己与大陆进一步接触 也正是这件事让曹巨人化身成为国共桥梁 来回奔波近十年 在这期间,蒋介石也提出了自己的六个苛刻条件 那么这些苛刻条件到底是什么呢? 1965年,为了两岸人民免受炮火的侵袭 我党多次邀请蒋介石回归 在这期间,蒋介石派心腹前往大陆谈判 而蒋介石提出了六个条件 这六个条件正是关于回归的具体事宜 第一,在蒋介石回到大陆后 地位不变,仍担任国民党总裁 并且希望国家将江西庐山分给蒋介石 当作国民党党部所在地 以及蒋介石生活工作的地方 第二,保岛台湾的省长 由蒋经国担任 除外交和军事安全问题外 台湾的一切事宜都有几方自行处理 第三,台湾从此不再接受 美国、日本和英国任何形势的援助 但经费和武器装备 需要我党全面支持 第四,台湾预留国民党陆军四个师 做日常防务 其余海陆空军队全部并入我军 第五,金门和厦门合并 市长由蒋经国任命后 提前报送我党审核批准 第六,台湾现任所有官员 必须保留官职以及对应的待遇 但台湾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必须由台湾政府方面全权保证 这六项条件是蒋介石与大儿子蒋经国 以及曾经的老部下一起商讨出的结果 通盘考虑后 所有人都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祖国统一 回到自己的故土 也想借着我党的邀请完成这一次的合作 在这六个条件提出后 毛主席也做出了回答 同意蒋介石的要求 对于这个答案 我党领导并没有感觉意外 曾经周总理在出访东南亚时 被记者问道蒋介石如果回归大陆的话 我党会如何安排 会不会将其任命为部长 周总理却表示 部长这个级别太低了 如果蒋介石能够回归祖国 担任我这个总理的位置也大有可能 这些话语 当然也传到了蒋介石的耳中 令其大为触动 不仅如此 毛主席还特意写了一封信 让张世昭带给了蒋介石 信上也写道 如果蒋介石愿意回归 其他事宜也可以继续商讨 然而事与愿违 就算毛主席答应得如此果断 多疑的蒋介石也没有迈出这最后一步 同意这次的计划 难道我国统一就要止步于此吗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国内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期间蒋介石派遣心腹前往大陆谈判 并提出了六个条件 毛主席得知后果断同意 但因为蒋介石生性多疑 不敢相信我党竟然这么顺利地就同意了这些条件 在老蒋思索后 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次和谈 但我党领导对于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依旧放不下 并且积极联系曹巨人 想让他来帮助我党与蒋介石继续建立联系 可世事难料 曹巨人因长年奔波 深染牢疾 于1972年7月23日 病逝于澳门 他的离世 对于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是一个巨大损失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想要寻找一位与曹巨人同等地位 并且被两边同时信任的人谈何容易 在这种情况下 92岁高龄的张世钊向我党主动请应 愿意充当中间人 1973年5月25日 张世钊来到了香港 但由于年事已高 加上这个工作需要经常参加活动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 张世钊便病倒了 周总理得知消息 立马派医疗队奔赴香港 然而张世钊老先生 还是没能坚持下去 于7月1日满怀遗憾离世 这时能够充当两岸桥梁 肩负起国家统一使命的人 不知还有谁 或许是蒋介石想通了 也可能大陆的多次邀请起了效果 蒋介石在1975年 又重新点燃了和谈的念头 在春节期间 蒋介石找到了 曾主持过国共密谈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 去完成这一使命 而此人还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 以假如我是毛泽东为标题的文章 表示了台湾人民 殷切欢迎毛主席周恩来等领导人 来台访问 也表达了继续两岸和谈的希望 祖国统一的最终目的是造福国家和人民 恳请我党能够不计前嫌 重启国共和谈的计划 然而毛主席年事已高 不便行动 周总理当时也卧病在床 还没等到我党选定前去访问台湾的人选 蒋介石便在1975年4月5日离世 毛主席得知消息后也非常悲痛 不仅是因为老蒋没能亲眼看到祖国统一 更是因为这位老对手值得尊重 而在一年半后 毛主席也与世长辞 祖国统一的计划也落到了下一代人手里 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 接受了台湾的各项事宜 但苦于没有合适合谈的人员 他也只能将谈判事宜搁置下来 蒋经国在职期间 做了一件民心所向的事 开放台湾前往大陆探亲的政策 这让两岸人民欢呼雀跃 也正是这个政策 为两岸和平交流奠定了基础 但遗憾的是 和谈的准备工作还没开始 蒋经国便于1988年去世 两位领袖的遗憾最终也没能实现 那个令蒋介石魂牵梦绕的故土 也没能再现 不过在未来的某一天 祖国一定会统一 这是大势所趋 我们期待着这一天